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了我现在做一样东西给你们看 这个名字叫水饺 水饺的意思 过一点水开水 把饺子放进里 煮一煮叫做水饺 知道吗 水饺有好多种有鸡蛋有猪肉的 我爆的是鸡蛋 有的人不容易吃鸡蛋 所以要爆鸡蛋 我爆好了之后 等会 我就放进那个开水里面煮一煮 煮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吃 烙起来 这个就是叫水饺 用水煮的 所以我们叫它的名称 水饺 有的是煎的 用油煎的 叫煎水饺 这个是用水煮的 所以我们叫水饺 你们试试 我做好了煮菜给你们吃 吃完了你觉得怎么 你告诉我 知道吗 我们家里通常是吃水饺的 天津的人很喜欢吃水饺 上海的人也喜欢吃 我来到印度 所以我做出来给他们 印度人很少吃的 他们不懂 所以我做出来给他们试试 吃完了他们说很好很好 所以每次我有什么 解热我就爆水饺给他们吃 很好 他们没有吃过嘛 在印度人 他们不会做嘛 所以我就做给他们吃 他们就会吃咖喱饭 不会爆这个吃 哈哈哈哈 我的三分钟就烙起来 斩点醋 老醋 生醋 这样吃 哇 来印度人吃得很高兴 他们没有吃过 我第一次做出来给他们吃 我一包包了几十个给他们 孕霖 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第一一次我抱他们很喜欢吃 或者毕丹毕业卸会啦 他也自己会抱 她自己会抱来吃 我教会了他们小孩子 我说我不在这里 你自己抱啊 我教你 你要想吃好东西 要学一学 predator我们中国人怎么做 中国东西 所以你才有机会 可以垂食可以吃 不用到去到餐馆那边 要等 等几个小时才有的吃 塞夹 买了回来 挤 挤入 就可以做出来吃 柴一点面粉 所以他们学会 彼得很会 他一叫他 他都会做 还有事他自己做出来吃 我有时候没有空 教会了 他们自己做出来吃 你们大家好 请我们看这个日记 我们做的菜拌水饺 请你们告诉大家来享受这个 事物名称叫水饺 你们吃了之后就觉得 我们中国人的水饺怎么样 请你们讲 大家来看一看 高兴大家一直 坐在一起 享受这个好生活 印度很少这样的生活 现在我就像我那么学会了 来来印度做给全印度人朋友吃 但是很高兴也喜欢 所以很好 下次再来享受你的生活 或者可以可以 帮你帮你帮你来 随时可以帮你帮你来 我一定帮你做日子的水饺 工作室 所以很好 拜拜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